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配角 但凭借自身单萌可爱 小波妞不仅成功脱颖而出 而且人气还超越了布布 一跃成为星二代里最受欢迎的宠儿 节目里的波妞总是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不跟布布争宠无聊的时候 就肯肯鞋 摇摇画笔 当个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小吃货 这般超越同龄人的淡定从容 只一碎波妞迅速窗红 波妞大火后 每天蹲点手后再假禁闻和修姐姐微博 等待要看波妞的网友数不胜数 甚至每次夫妻俩晒步步 波妞萌罩时 底下评论几乎都是轻一色关于波妞的 小妞虽不及姐姐长得美 但凭借有趣的灵魂 翻了身 对于波妞这种 从小搞怪到大的新二代 随便一个表情 便把老阿姨们一个个暖化了 跟布布一起搞豆 让她完全沉寂 在自己的欢乐世界里 即使不看镜头也不影响她邪心形象 真是一个自带喜反的乖宝宝 12月6日 贾静文在微博上晒了一组波妞近照 照片里的波妞 正在开心地啃着薯片 一旁的肖静腾则 双手捂着脸颊配合波妞演出 妇女俩实力朝镜头卖萌 画风一转 老肖秒变严肃脸 波妞则停下了啃鼠片这些举动 跟着肖静腾一起瞪着大眼瞅着镜头 仿佛受了委屈般惹人脸 真是萌化老阿姨的心 近距离下的波妞 带着满脸蚊子包的脸 无比配合着肖静腾嘟卖萌 老肖一脸无辜的模样 简直逗了不少网友 靠近镜头的波妞一时被网友发现了亮点 波妞满鼻子的鼻屎瞬间抢尽 网友